新的消息 新北市府在六年前推动大壁坛再造计划 当时拆除了壁坛东爱整排的店面 那么最高法院在今天判决 新北市府必须要赔偿其中的三家的店家 连同利益总共1700万元 当年新北市府的拆除行动引爆激烈的冲突 其中有三名店家的负责人申请仲裁判断 那么仲裁协会判定新北市府必须要赔偿1300多万 那么还有利息是大约458万元 新北市府不服提出撤销诉讼 最高法院派市府败诉定验必须要赔偿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